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我在玻璃尼西亚传教完成之后,我去美国,之后去加拿大,我现在人在加拿大。 转教之后,跟很多人往来讨论现在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些新的想法,有一些体会,想跟各位分享。 现在我们很明显,越来越深入一个黑暗时期。 这个黑暗时期就是我们所祈祷的,让我们避免陷入诱惑。世界正在陷入这个诱惑。 在很多方面。我想跟各位分享,我们从属灵的角度,要怎样面对这些事情。 首先,我讲的诱惑。我讲的黑暗,它主要是什么? 它有很多层面,但是我最在乎的是一个鼠灵的层面。 鼠灵的层面就是像一个病毒。你让它进来,这个病毒就开始控制你内部的世界。 它开始控制你的思维,你的价值判断,你的世界观。 现在,人更明显,被骇客占领了。被侵略到。 现在,很多人就是听电视讲什么。就有相同的世界观。 或者是,他非常依靠,非常依赖。在YouTube,或者是在其他的社交媒体。 他所选择的一些人。 那个人要解释事情给他。除非有一个人解释给他,他没办法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甚至有时候有自己的判断,但是实际上这个判断不是他的自己的。 实际上,这个是他以为他有这种自由思考。实际上是完全在一个流,一个风流里面。 就是一个群体性的一个思考。不是一个个人自由的思考。 所以,这些不同的思考,它会变成是完全决定,不同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思维。 比如说,你是这个劳动阶级。你会有这样的思考。 你是知识分子,你就是会有这样的思考。 为什么?因为你会看那些资料。 你会有那种的教育。 然后,就透过你在网络上的表现,透过你购买什么东西。 你在那里按赞等等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 就是,他会很明显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会怎样表现。 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个算出来。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不同的人群都利用来达到我们的目标。 谁? 谁? 谁在利用? 也就是我之前所讲的,在《月博传》有一个利比亚范。 利比亚范就是一个怪物。一个很大的一个怪物。 然后,他是什么的? 谁的比喻? 谁的代表? 他是魔鬼的代表。 他就是基督所说的这个世界的君王。 所以我们越来越明显看到,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有办法利用各种人。 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不论你的这个爱好是什么。 你的教育体系是什么。 背景是什么。 他都会想好想清楚怎么样。 当然不是用想的。 他现在就是用那些人工智能来计算出来。 来预测你们要怎么表现。 所以我们就是我现在周围的人, 他们的教育水准不低。 但是,好像都是电脑的机械软件。 都有一些很容易预测的那些思维模式。 包括神职人员也不少。 现在最可怕的就是一半百姓他们希望可以在教会找到一些真理。 但是他们常常看到的也就是一样的东西。 他们看到就是被一些政治立场, 甚至被一些不是政治,可能就是人生人学也可以这么说的这种思维模式被锁定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在这种黑暗时期, 在这种更明显烦基督越来越强的那种时期, 我们要做手。 是不是我太悲观? 是不是没有基督, 没有神在这个当中? 我们要想象一下。 我们要想象一下黑暗时期。 我们什么时候有很明显的黑暗时期。 我们就是记得耶稣他在哥西马尼圆。 甘蓝树圆。 他在那边就是祈祷。 他向天父祈祷。 请求天父可以把悲这些苦难离开 让他经过 让基督避免面对这些痛苦 这些恶 但是天父没有答应 之后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 也是一种黑暗 那个时候因为人做的事情多可怕多可恶 连太阳没有发出他的光 所以那时候在这种黑暗里面 基督他也大喊说 就是我的神 我的神为什么你遗弃了我 连基督发现他被天父遗弃 所以我们常常在现在的这种世界里面 我们也觉得好像没有神 好像他离开了 好像他要保护他的教会 他没有保护 连教会的很多人陷入那些诱惑 他本来有那些圣人教父等等 他们就是很清楚说真理在哪里 你们寻找上帝是怎么样寻找 那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弱 越来越听不到 为什么 在这种黑暗时期 就是我们可以说有几个标志 我刚才讲的这个被神遗弃的感觉 这个是正常的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可以说是成熟的感觉 什么叫成熟的感觉 就是恶会成熟到很恶 所以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不接受神 不接受他的真理的那些犹太人 就是他们的那种跟神抵对的立场 承受到最高峰 所以他们才敢杀基督 各方面 其他的那些罗马人 他们也堕落到那个程度 就是要杀就杀 然后我们看到连那些病 他们的表现都可恶 这个也是一种恶的发展的一个伤手 所以现在我刚才讲的那个被骇客 就是人的脑袋 人的心灵被骇客侵略 在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次 很多次 但是现在 它的规模是到了一个全修性 而且到人的很深入的地方去了 所以现在的被骇客 比之前的更厉害 所以 之前很多人 他还是可以 可以说 那些人是等样子 那些人是那个样子 但是我自己观察 我在看他怎样 现在大部分的人 就是被骇客 然后他也进入了那里 他没有办法有一个独立的 真正的独立自我 思维 判断的能力 现在没了 几乎是没了 几乎找不到那种人 所以 这个也是一种恶的承受 第三个特征 那种黑暗时期的特征 也就是我们在基督身上看到 在那个黑暗时期的那个时候 他接受了光荣 他被定时之架 其实也是他的光荣时刻 他为了这件事情来到这个世界 同样 那些殉道者 也是他们被杀害 那个时候 就接受了那些光环 他们接受了神的荣耀 跟赏报 所以现在这个黑暗时期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基督徒 真正爱基督的人 可以接受 神的 赏报 我们要记得这个三个特征 我们现在 所面对这个世界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 它就是有这三个特征 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每个人 每个爱基督的人 要认真 投入自己的心理在两个方面 这两个方面 哪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每天具体为神做的事情 我们不要太 被这个外赖的世界 掌握住 现在发生这么经济危险 现在会发生这个 会发生那个 然后我们太担心那些事情 然后我们就失去 我们每天能够为主所做的事情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世界 不知道它现在是不是越来越糟 但是我还是 请求神给我这个机会去传教 我就去伯利尼西亚传教 传福音 我没有说 现在这个世界完蛋了 所以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是看新闻 我就是那个 担心这些事情 然后现在 还要传什么教 现在不是这个世界完蛋了 我们就是等待基督来临 所以根本不用做什么 不是的 完全不是 这些在 就是世界的问题 包括属灵的问题等等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了解 我们要 从一个基督徒的立场 一个自主的立场 去看它 判断它 但是我们不要被它掌握住 我们要还是 好好的去做 我们每天该做的服饰 这些服饰 我们要好好的去分辨 我们到底是要什么样的服饰 基督等 期待我们做一些什么 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做 我们不要失望 不要绝望 不要沮丧 我们要好好的去 做 执行 主的志愿 它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去做 好好的去做 自主 为了做到这点 我们要自主 为了自主 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就是属灵生活 我们在属灵生活 要很认真 我们才有机会 才有希望 可以有这种属灵上的一个自主 自主 自主 现在我告诉各位 包括我在里面 包括我在里面 我们都被骇客 侵略到 在某一个程度上 可能有一些人比较严重 有一些人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不要很轻松 觉得哦 这个不是我 这个讲的都 绝对不是我 讲的是我们哪个人 包括我在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 你如果是完全健康的 那你可能是 嗯 就是 已经是最最了不起的圣徒 但是我现在 我没有遇到过 连一个都没有遇到过 所以 我相信就是我们大家都 最好的情况下 我们在回复的状态当中 而不是已经被治疗好的状态当中 所以 我们就是要好好的继续 那个回复过程 我们要让神帮助我们回复 成为更健康 更坚强 让我们的性更坚强 嗯 所以才可以获得那种自主 那种属灵的判断能力 基督他说 上帝的王国就在你们里面 这个 所以我们还没有达到的 这个是神希望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 呃 表示什么 表示 整个的王国 神的王国 是在人的心里面 所以 那绝对他不会 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不会被外在的世界决定 外在的世界不会决定 他的内心 他有一个隔阂 他有一个保持距离 跟这个外在的世界 不论他多糟 多黑暗 他还是可以保持自己 呃 心灵的 呃 自主 自由 跟健康 呃 所以我们就是请求神 呃 帮助我们获得这种状态 我们要在呃 苦修 呃 在祈祷 在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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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机会成为神的工具 而不是成为撒旦 那个世界军王的工具 因为他就是要现在全世界变成他的工具 建立他的王国 让人有一个 他希望大家都是很快乐生活在他所建造的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这种黑暗世界它就是一个呃 呃 以前的世界的外界 现在 我们 我们经历的呃 状态 状态 也就是那个 以前的世界的模式 价值观 社会秩序等等 各方面 拆开 拆散 慢慢经历新的 反基督的一个 跟神抵对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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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 全球性的 我们现在经历的时期就是这种事情 呃 所以 呃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不会因为这些讯息 沮丧 反而 接受这个挑战 所有的试探的好处 也就是可以让我们成长 可以让我们更呃 强壮 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的呃 服侍 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方面 在于各方面做他要的 有的人要传福音 好好的传福音 有的人在读书 要好好的读书 有的人在家里服侍 要好好的服侍 他家人 呃 服侍教会 要好的服侍教会 在呃 不论做什么 就是要好好的去做 不要被这些东西 拉走 我们在呃 福音 听到耶稣他自己说 在那个末日要到的时候 会有呃 比如说会有两个妇女在呃 呃 更典 在在典里工作 做工 一个被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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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了 一个留下来 我们发现两个都在工作 不是说哦 两个都在酒吧 或者是一个在在在家里呃 不做事 呃 不知道在做了什么 另外一个工作 哦 他拿去的就是工作的那个 那个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那个松散的面对这个人生 这个这个连什么机会都不会有 我们要好好的做 但是我们好好的做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为谁做 我们内心世界要完全呃 奉献给主跟基督 为了他而做 不是为了钱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什么行业发展 为了呃 呃 那个呃 别人的期待等等 就是为了基督 好好的去做 我们每天该做的 神就会带领我们 指导我们 好 愿 各位 呃 在信仰上 坚强 每天 越来越 呃 越坚强 越健康 也避免 陷入 那些 全世界要陷入的诱惑里面去 祝福各位 I mean 勇ケ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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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